大家好,今天给大家拍个视频 分享一下我们最近老板接的一个弓箭吧 就是这个样子的 做出来就是成品是这个样子的 看着其实也不复杂 但是就是它的图纸上面要求比较高 要求它两个面的平面度 平衡度是不能超过0.015 超过0.015就报废 而且这个材料是钛合金的,还不好加工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工艺的一个加工的思路吧 首先就是毛坯料 它做的一个质具 在质具上面加工的 这个质具是一次做两件 看一下就是这个质具 现在这个质具已经做好了 就这个样子 然后这是毛坯料 然后这个也是毛坯料 但是上面这个孔已经打出来了 第一步的话就是先 第一步的步骤就是先把毛坯料见光 然后上面打孔 我机台上面就是正在做 毛坯料上面先把面给它见光 见光之后然后打孔 这是M4的牙孔 然后我们这个牙孔打好之后 就可以就是锁在这个质具上面 就这样完全贴在这个上面 贴在上面 然后这个质具在磁台上面吸着加工 接着加工第一个面 第一个面开粗 第一个面就是整体的把这两件 给它开粗 开一下 现在我机台上面正在就是光面打孔 全部打完孔之后 然后就可以做第一个面了 这个质具是两用的 第一个面 这样做 然后 做好之后 精加工的时候又反面这个质具 刚好就洗出来两件嘛 这一个槽里面放一件 做精加工 你看这两边都有沉走孔 就是 因为这个质具是两用的 设计的 就很方便 因为这个 接的是 还是挺多的 有几百件吧 估计 用的这个质具就效率就很高 就可以定位 就定位加工 我机台上面 另外一台机上面 现在还在起这个质具 这个质具 也一次做了两个 一次做了两个质具 看机台上面 机台上面还有一件质具正在做 这个质具 这个质具 也是 就是共用的 正反两个面 嗯 为什么做两个呢 因为就是考虑 一个在上面加工的时候 然后下面 另外一个质具 就直接可以 在下面装好料 先给它 呃 装好料在那放着 然后机台上面加工完之后 就直接可以装上去加工了 这样就 大大的提高效率嘛 因为这个毕竟是批量的 几百件 所以用两个质具 还是 呃 效率还是很高的 这下面这是材料 这材料 因为是毛培料 所以要把 先把它这两边给它见光 然后用虎钱夹着 虎钱夹着打孔光面 因为毛培料不平 所以必须要 见光一个面 见光一个面 把孔打出来之后 就可以在质具上面 加工第一个面了 这个思路就是 整体的思路就是这样的 是 相机的 就不想加工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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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